大家好 现在让我们进到Java导论系列之三 Eclipse IDE的专案管理与使用 首先大纲的部分 我们介绍Eclipse IDE的专案管理与使用 其中的切换工作空间功能 Eclipse IDE的专案管理部分 以及它的相关基本使用的方法 如何进行切换工作空间 原来我们的工作空间里头包含了很多的专案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当执行一段时间之后 里头的专案可能太多了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分类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去改变工作空间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工作空间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切换 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 有Wallspace Launcher这个画面 好 我们做个示范 假设我们原来有一个工作空间 里头摆放了一至二这个专案 这时候我们可以 滑速左键点选File 里头 再点选Switch Wallspace Other OK 我们可以再选取另外一个工作空间 或是建立另外一个工作空间 假设我们现在建立一至三的工作空间 所以你会看到Eclipse它会把它自己收掉之后 重新启动 这时候就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空间 如果要回到原来的其他工作空间的话 你就去选取Switch Wallspace 那像我们刚才之前是Wallspace这个空间的话 你可以切换回去 OK 这就是切换空间的部分 那专案管理的部分呢 好 我们最常使用了一个 来去将现有的专案 如何来汇到我们的工作空间去 这发生的情况 常见的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购买一些的书籍 或者是从网路上面下载的一些 这个范例第三方 第三方厂商 或者是一些免费的Shareware 所提供的一些专案 我们来把它汇入到我们的 Eclipse的工作空间 来做练习 或者是来使用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过去所开发的 或者是朋友所开发的 我们的teammate 所 团队所开发的一些专案呢 我们如何把它放到我们的工作空间去 Eclipse ID可以 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假设我们现在要汇入下一个单元 会用到的一个 名叫CH3-2-2的一个 Java专案的话 我们就要选到一个import的一个功能呢 然后利用brows去选取这样的专案 最后在这个地方记得打一个go 它就会将我们这个 引入的专案把它拷贝到我们的工作空间去 这地方我们也来示范一下 选取file的import功能 选取general里面的existing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现有的专案复制到工作空间去 Next 我们去浏览一下 选Browse 找到我们相关的 啊 啊 档案资料 比如在低潮啊 我要摆放了 程式 我们先去CH3-2-2这个专案 记得把这个勾起来 按finish 这时候就成功的 将这个专案 引入 好也是可以执行 好的 那专案管理的部分呢 第二 你可以汇入java的程式档案 好 对于存在的java程式档 我们可以来汇入 假设我们现在新增一个CH2-4的专案 然后呢 汇入前一个单元的某个 点java的file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通常是选取import的功能 好 这时候我们要选file system 然后来做选取 好 我们来示范 首先我们来新增一个java专案 好 假设成为CH2-4 好 好 这时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这个资料夹里面没有档案 我们 要选取import 这时候我们不是点选 Ecision Project 而是选取file system 同样要浏览一下 到低潮 假设我们要import的某一个档案是 前一个单元的 前一个单元的 或者某一个档案 然后我们就选取这个资料夹 OK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档案把它勾选起来 Finish 我们就能够将这样的档案把它import进来 同时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好 可以正常的执行 这是两种的 汇入的方法